因为有Activity去实作 因为Stray一定需要有一个Round的动作 Round之后的话 那这地方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地方去变更 让Stray暂停 暂停那里时间你可以变更 预设我这边是1000 那如果你把时间缩短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跑的进度会比较快一些些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在Round的方法里面 我们没有权限去变更画面上面的元件 因为另外一个Stray 你的组Stray跟负Stray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我的那个什么 控制我画面上面那个TestView 有没有上面的东西 还有就是说呢 我们有没有这个地方 我如果要去 我把它转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在这个执行序里面 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画面上面那些 那个TestView跟那个PressBar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控制呢 基本上就是利用这个Handle的方式 然后呢 Handle这边我另外再建议Handle 由Handle去帮我做这件事情 那里面的话呢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Handle 其实主要Handle的作用 大概有两项 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排序 Schedule给他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第二个是说呢 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 就是当那个Schedule睡着 就是Schedule没有做动作的时候 再接手去做后面的动作 所以他Schedule的时候 我就可以跑那个进度 有没有 他Schedule暂停对不对 那我Handle 我就接收到一个Message 那我就去变更上面的那个Bar 上面那个Bar跟那个数字 OK 利用这个Handle的方式 那所以如果将来各位要把那个 这个部分 换在有没有那个资料库 那其实你只要去 在那个资料库查询的结果里面 它有一个属性 就是在ResultSet里面 你可以去找一下那个RecordCount 就是总共有几笔 就是Count一下总共几笔 那它一定会漏嘛 不是说画有那个回圈 那画有回圈不是会一直跑 那跑的进度不就是可以换算一下 把它 就是100% 那等它跑完的时候 表示这里已经全部载完了 那这样不就感觉上有个进度在跑 应该理解我的意思吧 没有就是 假设你的比数特别多的时候 那它就是你把它当成100% 然后更新到哪里 让它更新嘛 OK 那这样User的话 就比较知道说 你的Database到底载到什么样的进度 那这里的话我想 当然用讲的比较快 但是实做其实一定是做得出来 绝对没问题 你可以把这个范例跟刚刚那个会KK的范例 就是按下去 它没有回应 那你可以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会有那个效果出来了 至少让User知道说 你跑到哪里了 跑完了 那个Data也秀在你底下的TextView里面 这样的话会感觉比较OK 不然的话 User也不知道说 你按下去之后的话 到底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VG里面有一个是会转转的 一直转转转那个VG 你也可以利用 如果说你不想要一个Bar的话 那你就是让它转转转转转转 没有一直转一直转 好像催眠一样 那也是OK的 所以这两者就是执行序跟around的 然后跟前面的 我想只要会让User需要等待的时候 就需要另外开一个执行序 让这个你跑的进度可以在上面显示 即便是百分之几也OK 有没有 你可以用数字显示也OK 那要能够显示这个进度的话 需要一个handle 那这个handle的话 就可以帮我做两件事 一个是更改TextView上面的讯息 一个是更改Bar上面的讯息 那最后结束之后的话 我们多做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在2.X的版本 会需要在OnDetroit里面 这个方法 去做什么 所以点 点下去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Detroit 不过你会发现 它这边已经画了一个什么 画了一个即将器用 也就是说 在可能未来的版本 就不需要Detroit 因为早期可能是Android的 记忆体管理的部分 没有很好 所以很多时候 那个Stray一直开 一直开 一直开 你根本不知道 你开了多少Stray 然后呢 它会一直run一直run 等到App关掉的时候 还是在一直run 但是新版的 应该已经解决问题 就是这个App结束了 这个App开的Stray 也会全部一起 帮你关掉 不过这个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去Try一下 我印象中 在2.X的版本 不会帮你关掉 但是4.X的版本 应该是会帮你关掉 所以你有写跟没写 好像没有差别太大 OK 大概是这样 那其他的话 其实你们Stray 其实你现在在做动作 它在跑 我用0.5秒 你如果在执行 组Stray上面的动作 其实也OK 你不会影响 所以因为Stray 你一直开一直开 那组Stray还在 对不对 它不会因为说 你开一个Stray 那组Stray不能用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你可以试试看 多开几个Stray 看有没有影响 基本上一定会影响的 只是说 基本上不会造成 说组Stray 不能够walk的问题发生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那可以把这个范例 再套到那个database上面 这个我想会让你的UI 变得更棒 看起来更OK 这里的话 我想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Android里面的 那个执行序的做法 大概就是 这个Sample 其他的话 我想还是有其他的变化方法 不过因为 受限于我们这个 课程的时间 那今天的话是 最后一次 吼 今天的话是